前几天晚上在广东东莞 两个幼童独自在家 由于不小心导致家中失火 而房门又被父亲反锁了 结果是被活活的困死在家中 老吴是东莞的外来工 他把一天的饭给三个孩子做好后 就锁门去上班了 三个孩子最大的才六岁 最小的只有两岁半 晚上六点半天渐渐黑了 留在家里的孩子们只有把灯打开 才能扫除屋内的黑暗和内心恐惧 此时最小的孩子爬到了桌子上 准备插上电灯的插销 老吴说可能在插插销的过程中 插座短路失火了 火势很快蔓延开来 老大因为在隔壁房间 幸运的躲过一截 但是老二跟老三却不幸于难 你们老人会搞他呀 大头不听到啊 因为孩子太小 他吓得连救命都没喊 虽然当时有点烟雾冒出来 但是附近的邻居说 以为是家里做饭 并没有特别留意 老吴说孩子的母亲三个月前离家出走 三个孩子平时被锁在家里 只能是聊聊天 饿了就吃点剩饭 困了就睡一会儿 他们没有去过动物园 没有看过电影 其他孩子们的童年五光十色 他们的童年黯淡无光 但现在连这样的童年 都早早地结束了